北區慈城委員培訓核心課程 這個月在新北市三重園區舉辦 518位辛血倫 用心聆聽慈濟大學校長 談慈濟教育理念與實踐 今天校長把所有的這個重點 都融合在一起 就是教育的最大目的 就是培養優秀的人才 而這優秀的人才 其實是要立人 而並不是只單純的立體 他很好的方式相同是說 不會因為跟外面大學一樣 是以分數論高低 是以人文品的教育 來做在最優先前面的一個教育 所以說我將來會鼓勵 我的小孩子來讀慈濟大學 精彩課程一堂接一堂 靜思經社德靜法師 講慈濟的修行法門 還有志工分享 無獨有我的推廣 什麼樣就是毒品 他不會寫毒品 兩個字在外面讓你看 包了糖衣的糖果 你也不曉得它到底是什麼 裡面內容物是什麼 如果我們可以這樣一直持續不斷的 進校園宣導 尤其要是從國小開始的話 我覺得這個無獨有我的那個宣導 真的是很重要 我給我自己今年的期許是 我可以就是一直陪伴著慈哨 因為讓他們往好的方向去成長 那他們將來遇到任何困難 都可以有正面的想法去克服 培訓課不缺席 期待藉此更瞭解慈濟人的使命 與社會對志工的期待與責任 大愛新聞 真是美志工 胡淑慧 王柱銘 台北報導 曾經典 有限期控告 說明 是